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呢 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就来到了第99问 上帝赐下什么准则来教导我们祷告呢 回答 全本圣经就是用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特别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 被称之为主祷文 真是感谢主 那么在圣经当中是怎么说的呢 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节 经上记得说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阿们 其实这段经文在说什么 基督徒不是向空气祷告 基督徒是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目标的 是在向我们的造物主祷告 那既然你是向这一位创造天地的创造主 在祷告 你就要按照他的心愿来祷告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祷告 向自己心中的一个拜的偶像来祷告 要名要利 要世界的繁华 要财物 什么地上所求的 你都在那求 就像所有的一些宗教一样 这些宗教的人 他们也在祷告 但他们求的是什么 发财 求的是兴旺 求的是长生不老 求的是在今生的骄傲 掩慕的情欲 这是他们求的 所以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求 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求 然后是改变生命 是要回到天家去 这个生命要成为圣洁 所以主都说了 人不圣洁 没有人能见天父 所以呢 其他的宗教 可不管你圣洁不圣洁 他们就只要做好事 做好事怎么做 谁的标准 所以每个人 一百个人 有一百个观念的认为的好 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 以上帝的事为念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上帝的话为我们的准则 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灯 是我们的光 我们按照他所说的去行 这才是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 感谢主 那么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经上记得说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上帝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阿们 所以有的基督徒所求的 跟什么佛教徒 什么萨门教啊 跟什么其他的教啊 乱七八糟的所谓的教啊 他们所求的 上帝是不会听的 上帝不会听这些垃圾一样的祷告 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上帝 你求的无非是地上的 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 这地都要被 上帝将来来审判的时候 要毁掉一切 上帝要赐一个新的天地 所以旧的都必灭亡 只有新的才存到永恒 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 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 上帝就成全 上帝也必听我们的祷告 真的是感谢主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你 开了你的眼 开了你的心窍 圣灵满满的充满你 让你看见自己当说的话 当做的事 都行在上帝的光中 来荣耀他 感谢主 愿上帝祝福你